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网罪只是招呼50个网友在阿东吃一顿饭 也不会有什么特别节目大家放心 不过有很多礼物我们准备了抽奖商 希望大家满载而归 反而我现在在想我们是否可以先搞大型网罪 就是搞我说真的太多人问我 那个好像我们的operator的那个都打电话回来问我 究竟这个鲍鱼海鲜自助餐294元在哪里 其实我那个是我从小帮衬 我想我帮衬了20年左右 不是经常去的 这几年都没有去的但是我很熟悉的 那我不如想我是不是打电话去 我们包一个闲一场去吃吧 好啊 是吧 又不要想着有什么了 总之我们有这么多人 全场我们自己有 你又不用给咪不需要吃 去吃都可以的 是吧 294元便宜得吃那些 什么韩国日本放题 日本放题现在是349元 很贵的 那些什么大喜屋 那些我不知道现在还没有生意的 20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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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似乎做了很多 以前是真的旺到不得知旺 以前是旺的 旺的 好了 首先呢 我也不知道 今天我看01才知道 原来星仔和抖音呢 就出了一套微短剧 叫做金珠玉叶 猫都很厉害 金珠玉叶 究竟什么叫微短剧 大家都知道了 现在很多人拍这些短片 但是在抖音上面 OK 抖音其实是几分钟的 而已 几分钟而已 拍出一套电影的形式 其实是第一次人试的 这套金珠玉叶说什么 我不知道 这个短剧有24集 OK 现在就播完12集了 那下第二季呢 就播了12集 24集 加起来呢 我当它5分钟 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么长 就120分钟 可能3 4分钟 90分钟 是一套电影 是整个电影故事 不过分开24短 那 在首播第一集呢 5个钟头就500万点击 第一季呢 总点击呢 是2亿2千万人次 OK 那现在是短剧界神话了 因为周星辞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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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都是那类东西 那你又明白的 可能他们是喜欢的嘛 嗯 譬如一定是入罪女婿啊 被人看不起啊 其实这个入罪女婿 是好想的 原来他就是不知什么东西 是龙帮的 你又好武功又英俊 总是让齐的 那你明白他为什么会拍这些东西的 就是 你知道的 那 那 我们香港反而呢 在这方面呢 是保守了 我觉得 可能 有包袱 可能 不似做这些 很噁心啊 嗯 反而有时候 你真的有包袱了 真的老老实实 好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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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家认为啊 《星仔》呢 由电影跨界 开拓 这一样的原因呢 那 他一定是有办法的 那果然有办法的 那 那现在呢 那 他们那个监制 的 易小星就说呢 那 短剧市场 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 就是整个故事的 有新鲜感 但都冒险的 都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观众会不会肯 二十四次 分开二十四次来看一个电影的故事呢 但现在就证据得咯 就證明可以了 當然我們未看過不知道 可能你有新鮮感到的周星馳 好了 今次播出之後 因為實在收得太厲害了 就認為對周星馳 對抖音 抖音是一個平台 台前幕後 很多都是新人 還有廣告商 都似乎找到一個新位 因為據說現在第二季 還未開始廣告商 已經超過幾千萬的收入 將會估計 而今次純意點擊 那個扣除成本 媒體估計 升值都淨賺三千萬人民幣 當然三千萬人民幣不是很大不了的一件事 但這是初試 所以就說 我不知道 大家如果要想賺錢 大陸市場是大 但是你又要這樣想 你有些事你能不能接受到呢 或者這個Vs行不行 升值都沒有收 你就要自己去計 這些 好了 今天有一段事情 我又很開心的 是吧 所以我要講 根據這個管理顧問公司麥肯錫 終於出了一個報告 令人相當驚訝 什麼報告呢 就是究竟 駕駛過電車的人 有多少人會 回到燃爐車 或者那些 運燃那些呢 過去呢 我們經常覺得 Tesla最近的時候 很多人都說 你一駕駛了電車 回不到回頭 一定是駕駛電車 老蕭也經常這樣說 好了 結果呢 這個調查顯示呢 很嚴重 全球呢 這些是全部 駕駛電動車的車主 給他們調查 有三成 的電動車車主 三成 說 會駕駛汽油車 而接近五成 在美國 說會駕駛汽油車 嗯 OK 那為什麼呢 有原因的 第一 充電基礎設施不夠 OK 長途旅行受限 其實長途旅行受限 和充電設施不夠 都是有些關係的 還有電動車的 總體擁有成本過高 我就不是很明白 它這裏 電動車很便宜 有些 為什麼總體擁有成本過高呢 OK 但是 說來講去 我現在最佩服 封田 大家請問我是封田粉絲 來的 封田張南 當日說過 他說電動車 不會是霸主 最多最多 在全球裏面 佔兩三成 因為我們還會有 傳統燃油車 會有混煙 會有輕能 他說沒有可能 電動車是唯一的未來 似乎 他是神預言 是吧 就是這樣講開 2024年又出了 再可靠 汽車品牌 不用說了 今年 舊年應該第一是豐田 第二是靈智 今年就不同了 第一是靈智 第二是豐田 所以我 啤梨呢 我從以前沒有錢 到現在也是沒有錢 我也是最喜歡的風團 靠得住 現在是講最可靠 不是講最好 你去不想會壞 那邊個人 我開這麼多連車就知道了 好了 我們終於有講波 昨晚B組的賽事 西班牙我今早看一些片段 基本上就 全部合理 就是戒換人 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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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老母不是不用了 做甚麼 結果1比0 就擊敗阿爾巴尼亞 我呢 就沒有看這一場波 我就很難去評 OK 好了 而克羅地亞呢 就在90加9 就被意大利拙殺 克羅地亞其實不是打得這麼好的 其實也是憑一個12碼入球 最後呢 就是這個 摩迪 摩迪還拿了這個最有價值球員 今天就封傳 就有個記者 就在摩迪 摩迪呢 就是拿這個 就是 receive這個 award的時候 喂 就跟她說 她說 你好摩迪 我是意大利記者 記住我昨天呢 是 克羅地亞是對意大利的 是吧 我只是想說 好多謝你 show 就是你表的表現 不只是今天的表現 是你整個職業生涯 一次是一次 向世人說明 你是Top Class的球員 我希望你永遠不會退役 因為你是我評述過的最優秀球員之一 多謝你 這一個呢 意大利記者在賽後直接訪問摩迪的時候 這樣跟她說 嗯 其實都有些恭喜施用 真的 從美施之後經常說話 那麼 阿摩迪就說呢 他都雙眼通紅的 他說我都希望能夠永遠踢下去 但是總有一天我一定要掛香 不知做多久 總而言之我能夠踢下去呢 我都想繼續踢下去 多謝你的讚賞 好多謝你 我們不特別講摩迪了 因為他的故事呢 其實呢 在二零 應該是這樣講的 二零兩年前 現在講的 世界盃那年是二零二一 二零一 是不是 二二啊 世界盃二二啊 二年年尾 嗯 兩年的時候 我們已經講過了 為什麼在二年講 而不是二零一八年講呢 講呢 一零一八年的時候 還未夠老 還未夠轉期 嗯 二零二年就轉期了 大家要知道 摩迪他本身 身形 受傷 第一屆 加盟皇馬的時候 甚至乎 那些人認為他 不想怎樣 要適應 你怎麼能夠想到 他只是摩迪呢 他有六個 六個歐冠冠軍 六個歐冠軍 往往在最關鍵 最關鍵的時候 就 給了表現 你看 尤其是近兩屆的歐冠 喂 就沒有奧斯朗了 嗯 接著這屆 那屆沒有了賣賓斯馬 對吧 那你說 也不是 奧斯有成 喂 不是那麼容易 最最難的就是黑羅地亞 分別是打入這個世界盃 2018年的決賽 是 2002年的 貴軍 當然啦 你說是沒有運氣 這個世界上 從來都是運氣 但是表現是有目共睹的 那麼 最主要大家有理解 喂 他是一個 即是他的體型 是吧 不是那麼典型的運動員 那麼當然 也有個好處 因為這樣受削 他可能真的長久一點 還可能 踢到一兩年 即是高層進足球 那麼 他有一個爛紋 爛紋 好嗎 要 要逃避戰火的難民 那麼 到了 就是世界之頂 那麼我們很多人呢 那麼佩服他呢 也是一個謙卑的人 那就是 因為他 就是 連接著他 即是足球場外面的生活 嗯 那麼昨天 老實講 真是天堂與地獄的啦 如果意大利追不和他 他就四分 出戰了 嗯 意大利 輸了一波 三分 也都未必出局 總之可以 但是現在呢 意大利追和了他 他只有兩分 因為他兩場和 第一場輸給西班牙 就沒有了 分數上 沒有人總計 其實沒有可能 微乎其微 微都不得微 你想一下 你 你 你六隊 最佳成績第三 嗯 你現在總是負三球 因為第一場輸得金 嘛 即使有其他的第三名 是兩分 我也不覺得會有很多 對第三名是兩分 他還要得失球 差下來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喏 出線 就是一線 但是 是否代表 昨晚就是 摩迪的最後探哥 不知道 他說繼續踢下去 只要能夠踢 但是 我也不希望 我們看到一個 說 踢不到 高水準的球員 其實他已經比以前差了 但是還是高水準的意思 反而我看 他說奧斯奧 他仍然很高水準 但是他 心意欲決 可能他就是 不想 走下球讓你看到 是吧 其實老實說 嚴格來說 你思朗也是下跌的 不過他仍然是很高水準的 嗯 那麼 昨天那場球 我們看看這個 B組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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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後 西班牙9分 意大利4分 就必然出線了 第三名 克羅地亞 你一定要有兩隊 少於兩分 還有 就少於兩分 德修球要比他差 你才有機會 其實 他的機會只有 零點幾個巴仙 我認為 OK 那麼阿爾巴尼亞 呢 有一分 這一分 就是在克羅地亞身上拿的 嗯 喂 如果你在克羅地亞當天 到達阿爾巴尼亞呢 你堅持到的 那你四分 其實就是三隊的了 出線的 嗯 那沒辦法了 就是格仔兵團 這個世界上 也不會有人怪那幫球員的 我覺得 真的都 又不是打得好 但是 其實這幾年 克羅地亞給我們很多驚喜 對 對 都是很厲害的 大哥 好了 今晚 我們先看看圖 今晚呢 我們首先看圖C group C group C group C 有英格蘭 但是這一場 就是在三點裡踢的 嗯 我們group D是十二點 三點呢 今晚有什麼場數呢 今晚呢 就是丹麥 就是第二名 對 啊 塞爾維亞 就是第四名 OK 英格蘭 就對 啊 斯洛文尼亞 就這樣看呢 如果你們覺得丹麥一定是吃硬 啊 塞爾維亞呢 那當然簡單 不必 英格蘭是不是一定吃硬斯洛文尼亞呢 都不必 這樣就好 這樣就簡單 喂 現在斯洛蘭 會不會出不到局線呢 又很難的 難一點 他輸波 我當是師父輸波 他有四分 嗯 那你啊 啊 斯洛文尼亞贏波 有五分 丹麥贏波 五分 一定是這樣 壓到他去 英格蘭第三呢 四分 那都出線啦 四分 都出線啦 是吧 是吧 不用擔心的 那現在就是大家呢 在玩球那裡 那 斯洛文尼亞呢 老實說 如果英格蘭繼續保持 去頭那兩場的表現呢 你打和了 喂 我跟你說 他輸波都不起來 哈哈哈哈 哈哈 是吧 現在為什麼呢 其實昨天賈美 他沒有說錯 他作為隊長 但是 真是沒辦法的 那你連利加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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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真的看得了不起來 他們真的看得了差 其實你真的看得了差 你們真的看得了差 他們都說 我們都不懷疑 你們努力了 我們都很想 你們拿冠軍的 努力就贏了 是吧 我也很想 但真是不行 那你們去支持 支持誰 支持 喂 現在問題在哪裡呢 其實 是不是 講正在英格蘭的問題 就好像以前舊英格蘭的問題是 雙特究竟怎麽擺 現在是否這樣一個問題 但對於他們來說 當然覺得很不拒 當時你說阿盧要打中場 我們給他打 中場現在又說打得不好 我們不打就不擺又不知道 打了真的不好 但無論如何 我覺得這一場球 我知此近乎勇要他輸就難贏 但贏不贏得到我懷疑 丹麥到塞爾維亞 我覺得這場球其實都是5-5 因為塞爾維亞雙鴻很討厭這對球 我一向都討厭他 第一場對英格蘭贏不到英格蘭 他都沒用心機踢 頭和頭都不是 但是他博濕多坑他有4分 所以他都不可以看小的 不過如果純粹講表現 如果看上一場 我覺得丹麥開始上力 我覺得 都在丹麥高一點 可以買半禍 現在成就上半場開球 買少許丹麥贏 買少許丹麥贏 買丹麥贏 就英格蘭和 博樓有英格蘭和 有三倍多 你乘一乘去買20元 可以收回200元 只要買幾十元 然後12點那組 這一組 B組 其實很久沒有人 因為這兩隊已經贏了 出了線 荷蘭就會對奧地利 法國就會對波蘭 首先波蘭是最悲哀的 是 因為波蘭今天就算贏16比0 都沒有用 因為波蘭是對荷蘭的 波蘭贏16比0 他只有三分 但是波蘭和奧地利 對賽成績 因為他不是計算得失球 是計算對賽成績先 他就輸了給奧地利 所以奧地利今晚 就算輸20比0 給法國 不是 波蘭是對法國的 他贏法國20比0 都沒有用 奧地利又輸 輸一次比0 都沒有用 所以波蘭是最冷淒涼的 是 因為沒有鬥 你僅如的希望 你都沒有 那波蘭對法國呢 說真的 你呢 正如德國球迷 那天很多人說謝謝 到瑞士 因為覺得瑞士的迫搶 令到他們能夠適應高強度 我想法國也要找波蘭來迫搶 但是波蘭有沒有心機迫搶你呢 你連科都找我 是不是你沒有心機 你說為什麼而戰 沒有殺壓力 可能進好一點的表現 是這樣的 當你踢衛生球 沒有壓力 荷蘭對奧地利呢 我想都要開始入局了 奧地利沒事的 奧地利希望呢 拿一分就最穩陣 所以常差奧地利 奧地利不行 他拿一分就很穩陣 你法國打奧地利贏他什麼呢 都是過烏龍波而已 是吧 所以奧地利呢 他如果想著拿一分的信 因為四分其實他都出線了 他做一球 但是呢 四分就穩陣很多 是吧 荷蘭就有五分 那這一場球 我覺得有一顆 買和和杯的 荷蘭對你 對 有得買和和杯 法國呢 都贏的 你這樣也不贏 你這樣也不贏 波蘭 真的很難說 但如果不是 我不是猜這些 計賠率 買兩場和和杯 出領著 法國又和了波蘭 他沒有必要贏給你的 用我們的看法 對 如果沒有出賞便可以 法國你不怕排第三嗎 法國怕不怕排第二 因為排第二 對別人的哪一隊 我沒有看 和和杯 有三倍三倍九倍 一般來說三倍 三點一這樣 九倍十倍 那你買一塊水也有九塊水 一次來吧 和和杯成和和杯 和和杯好 你搖底一點 半場和盛半場和 即是那邊有兩場和 四場和 四場和 好 好 三三九九九三二十七二十七乘三 四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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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三十元 要搖搖搖搖 三皮野獸 好 好 正呀 明天再見 拜拜